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呢 想跟大家簡短聊一下 公司內部的內耗 那事實上 內耗 公司內部內耗 這個 比較 比較簡短的講法就是說 一般來講就是 部門跟部門的內耗 那內耗來講一般有 就是檯面上的那種 另外一種是檯面下的 那事實上影響最多也就是檯面下 檯面下就是說我看這個人 可能有點不順眼,那個人看我可能也不順眼 那大家就是沒有 表明在檯面上 都是悶在骨子裡 然後進行著一種所謂的不合作運動 就是說我不會去幫你,我也不會拆你的檯 但是就是說我會讓你靜靜的看著你 類似像看笑話的心態 那久而久之在講 事實上這個一般都是 整個一個 部門團結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毒瘤 那一般來講 有的人 像在辦公室有的人就會挑明 跟別人就是 就會把問題就刻意把它 往上,有的人會無限上綱 那有的人事實上就很聰明 他知道這時候可能不適合正面相綱 他是屬於把它給 有點息事靈人 但久而久之這個事實上都會造成一種 內部的一個內耗,真的 這種所謂的內耗來講 他幾乎都是一種 一種長期的 那這個對部門來講短時間看不出來 而且事實上如果 旁邊的人如果沒有第一時間看 可能還看不出來內耗 可是他這個長久下來 人跟人之間的一種 一般來講的信任度 一般這種內耗第一個伴隨的信任度 就是消亡,這一定的 那第二個來講就是說這種內耗來講 伴隨就是什麼 大家的一種 冷漠度會變高 第三個來講大家的 就是大家的一種 分享率會變高 然後再來是熱情 就好比說我對你 我跟你有內耗 那我跟你又沒有熱情 我跟別人會有 那這幾個來講事實上都是 我們以後的一個研發創新 產業層級中 他都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毒瘤 所以事實上就是內耗這個東西啊 事實上在整個公司的一個內部來講 他都是一直長遠下來的 對,得一種問題點 那這個問題他可能能藉由本質上去延緩 但你要說能徹底改變呢 事實上會有蠻大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有的人呢 事實上內耗的部分有的是怎樣 有的人只是可能就是放在心上 但有的人會惡意的去加大 那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像有的人如果在公司 他藉由他本身有些資源 不斷的把內耗衝突 例如說有的人 好比就是說他跟誰 A跟B有矛盾 那A往往就是在任何場合 都會去攻擊B 這樣也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會造成 大家例如說有個人 因跟B有來往 那為了就是說不想得罪A 就會變成變相去 那個影響到 原本應該跟B的一個工作品質 那如果長久下來來講 事實上這都是一種傷害 那事實上是覺得就是說 內耗來講 他可能沒有辦法全面性的一種 定點上的一種解決 但事實上如果比較短時間來講的話 他應該是要針對於某幾個部分 去做一個局部性的一個部分的一種改變 那內耗來講 事實上他對整體的一個公司來講 沒有印象那麼大 但是他對部門長遠的一種 一種 我們一般講的那種 所謂的凝結啦 相信力啦 這都是一種損耗 當這個內耗的本質沒有解決的時候 你這個部門就算聚再多次的餐 中午點再多次的一個雞排 喝再多次的飲料 那都是留意形式而已 所以事實上老實說啊 在外送平台盛行的當下 現在辦公室的點飲料啊 點雞排的氛圍是更快更豐富 但是整個部門跟部門之間的一種 人跟人之間的一種向心力 越來越明顯 那尤其是伴隨著這種內耗的一種 所謂的一種軟軟的一種傷害 他不像是一種很惡性的一種 就像以前的 吵了吵了之後有沒有 還可以互相的不計前嫌 你說現在的人 要人這樣不計前嫌的幾乎是不太可能 有 有一種就是演出來的 就是有的人可能就 吵完然後後來馬上就 你就看到有人就機械煞車 然後就感覺好像沒有事就帶過 也是會有 但這種是屬於比較演戲型的 他對整個公司的內部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來講事實上 今天來講這一集呢 主要事實上是講給一些 一些老闆擠得聽 那如果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做呢 事實上可能短時間沒有辦法做什麼 但是如果真的要做的話就是 就像回歸到源頭的 可能就 會針對於 一些 會一直挑起內耗的那些人 事實上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後來發現 會一起挑起內耗的這種 源頭那幾個人 事實上就這幾個人而已 因為第一個他也比較敢 第二個他也比較有影響力 這幾個人如果可以精準的定點打擊 一般我們講定點打擊 事實上對整個的一種獨流 他沒有辦法全面性 但他卻可以有一種明顯顯著的一個改善的效果 當然我們常常講啦 就是有時候 限期啊 他必然就是會伴隨著一種限局 這個是一定的 那只是說這種東西來講的一個拿捏 真的就是一種見仁見資 這個沒有說覺得對跟覺得錯 只是說 一般啦這種內耗啊 一般看起來 普遍來講 而且是一般來講 越融元的人 越在這個部分來講 他會越有 越有那個 因為他變成是他 他沒有一種正面的原因 他只能從負面中去拉搭一下嘛 那這個事實上 對整個的一個產業升級 因為產業升級來講 就是需要大家的 集資廣益 大家的一種奮勇前進 就等於說白了 產業升級就有點在講 公司內部的二次創業 就等於是說 大家原本的一代創業來講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了 我們要破斧成功 再進行二次創業 可是這種 剛剛講的這些 這樣子的一個 內部的一個內耗 這樣子的所謂的 這種起事分子 我們講起義分子來講 這種來講 會是一種 智慧升級來講 很大的一種 的一種逆流 對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 有些公司 加大業大 很大 他沒有差 他慢慢實際上是可以 但是一般來講 你的中小企業 一般來講 如果說像200人的幾乎是大企業 算是中型企業 那如果幾十個人的呢 二、三、四個人的 不到一百個人的那種 一百 我們抓一百個人 這種所謂的 比較小規模的企業 中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這種 這種你內耗來講 幾乎就是 說白了 一個部門拆一拆 才十幾個人而已 那你幾乎是內耗 幾乎整個部門 就在他們旋轉了 對呀 你看有的部門 才端然是幾個人而已 搞兩三個派系 幾乎是 人人都是派系 但你說這個部門 說實在話的 他不會馬上影響 但是你說 在這樣的一個能量來講 要產業升級 說實在話的 有一句難聽點 幾乎是 吃人說夢話 不太可能 對呀 你雖然 掉一個所謂的 一個 那個什麼 空降部隊 但是GG的更快 對啊 所以有時候 變成是說 一般來講 這種所謂的人事處理 資方都不願意下手 真的沒有錯 但是有時候 在關鍵的時候有沒有 該雷霆風行的時候 或許真的是該雷霆風行 但是我們原來表達的 就是說 做最精準的打擊 避免造成最大的漁火蕩漾 這或許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 好 今天先到這邊 bye